据台湾周时电子报等台媒3月5号报道 台湾一名现役简姓士兵 涉嫌性轻一名16岁女高中生 事后女士家属将她痛殴一顿而闹上警局 当警方查看简姓男子手机时 发现出该女高中生外 还有多名女子已被简姓士兵性轻的视频 认为受害者至少7人以上 且不乏未成年学生 台警方呼吁受害者勇于挺身而出 使其绳之于法 报道称 据台湾警方调查 简姓嫌疑人是志愿一士兵 目前服役于陆军嘉义中庄257旅 通过线上游戏认识高中生小玉 为了博取对方好感 简姓士兵经常提供各式宝物武器帮助小玉 2月8号 简姓士兵假冒警察身份约小玉见面 并向小玉谎称 他被网友提告要求赔偿 进一步胁迫小玉和他发生关系 就能避免被告 小玉在受威胁的情况下被对方性侵 简姓男子还借此要威胁小玉不能声张 因小玉返家后行为异常 家人关心询问 小玉才说出真相 并痛哭说被拍下视频 小玉父亲得知后气氛不已 通过女儿手机游戏对话 假意有女同学想增够宝物 约简姓男子见面 简姓男子以为又有利物上钩 赴约后被小玉父亲痛哄一顿 警方接报道场 查看简姓男子手机时 经见被害女子不止小玉一人 怀疑简姓男子以此手法加害多名女子 报道称 嘉义县警方表示 接获报案及申请搜索票 与县兵业起到营区将人带回审讯 简姓男子承认犯刑 全案依妨害性自主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罪嫌 以送真办 台陆军第十军团指挥部3月5号称 全案由嘉义地检署真办中 后续除配合检警调查 并已将检员继三大过 废止原棋义身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